在复习的过程还是注意一下 当我们在深呼吸后 经过调息 置入鼠席关的时候 要记得捉住高音 低音 跟细柱远方的一个声音 让自己逐渐能够产生十方动纹的功夫 这是要让我们能够听到所有的声音 只要是耳朵接触到的声音 我们都能听得到 而且我们的鼠席依然还在进行 然后从有声到无声 从无声到无念 最后气入静默 默照 鼠席是有程序的 举例说 现在正在打坐 整个调席已经完成了 就进入鼠席 是很自然的 而不是刻意的 一 二 当在数这些数字的时候 要注意到十方动纹不能散掉 一散掉 十方动纹就没有了 那这个就不叫鼠席关 只能叫做鼠席 而没有了关 像我现在在鼠席 耳朵还是细住所有的声音 而且所有的声音 至少要有三种 这样才能逐渐进入无念 禅要到达境界 没有功夫是做不到的 所以 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 认真 用功去体会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经常练习 方能熟而生巧 如此 就有机会进入禅境 当我们数一 二 十 三种声音 依然还在 举例说 有冷气的低频声 还有一些 很维系的高频声 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听到 远方 还有海浪的声音 属习官时 用一个高频 一个低频 一个远方的声音 做这样的一个 回应与连结 这个连结 与回应 会让你整个静下来 静下来之后 就会逐渐进入一种 静界 所以 没有功夫 就没有静界 有了功夫 就会有静界 有静界 就是一种体验 缠到最后 是要体验 目前体验不到 是因为 我们功夫 还没有达到 很好 没有 感谢 因为